在阿拉扇十年左右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对我们来讲可能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有可能变成荒漠的土地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凉田 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想象和愿景 很快就确定了我们农场的名字 质量田 你们往那边看 那个角有一些黄黄的地方 再往前走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九斤都快十斤了 那一半 九斤六两 风大 沙子大 之后 一起大风 苗把不住 就会把 牙齿被打死 就会被人家产量过 在中国做有机农业 它没有那么快 实现所谓的财务的平衡 因为产量不高 我们一开始三个人一起来做农场 其实另外两个人很早就离开了 他们觉得太难了 然后也觉得 入不敷出还这么辛苦 不值得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其实之前好多人问过我 为啥非要在阿拉山做农场 这里一片荒芜 那我特别想说就是 每块土地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魅力 看似很荒芜的地方 只要你有心思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还是能建构出一个 你理想化的一种生活状态 你理想到我们有一片瓜 你抱着瓜 玩游戏 你记得吗 我觉得特别自由的一种感觉 所以它可能会每一走一步 脚会向上去很多 走得有点吃力 但也很开阔 然后一直往前走 你就会感觉很自由 这儿的夕阳经常很美 每天都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